女婿爸的表白总是这么直接 他面不改色的告诉男神 我要给你生孩子 男神不知所措的同时 女孩的父亲也下班了 女孩无所顾忌的又重复了一遍 我现在就要给你生孩子 两人被叫到家里痛批了一顿 不是不让你们恋爱结婚 而是要有个过程 傅舅说 我和祝岗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也有三年了 再者我也没说要结婚呀 一旁的母亲和奶奶听到 简直离谱 幸好祝岗比较正常 说自己已经被征兆 不会让傅舅陷入不幸的婚姻中 所以我放弃这门亲事 但傅舅并没有放弃 第二天他跑到祝岗家 说要单独聊聊 随即就开始解扣子 此日弟弟太贤来找祝岗 一听姐姐和祝岗单聊 意识到不好 跑上楼就听到祝岗大喊不要 推开门 学霸姐姐的脑袋果真异于常人 太贤一把把他拉开 他问姐姐为啥突然喜欢上朱岗学长 福久说 我并不知道喜欢是什么 你也带过别的同学来家里 但只有看到朱岗 才会感觉心情舒畅 食欲大增 在听到朱岗被征兆时 感觉像再也见不到这个人 突然不知所措 所以想复制一个朱岗 也就是生个孩子 朱岗对于这番表白 也是感动不已 太姐把今天的事告诉了父母 她觉得姐姐真是无比纯粹 只是一味的喜欢对方 进而想生个孩子 她并不在乎婚姻这些 仅是喜欢 这场谈话让作为父亲的优太郎 头疼不已 喜欢没有错 但总归是要生活的 夜里吃饭 她问朱岗家是否和睦 是做什么的 太姐告诉她 家庭和睦是开工厂的 这算是个好消息 随后她告诉福久 养孩子并不容易 你准备好了吗 福久回答 孩子是靠父母无形的力量 抚养起来的 只要我在 这股力量就在 之后优太郎又和福久 谈了她的学业 还有对未来的认知 福久仿佛早已想过 对答如流 既然如此 自己会去和对方父母见面 征求意见 得到应允后 福久嫁进了朱岗家 送走女儿回来的路上 犹太郎对牙医子说 好像突然明白 当年你父亲的心情了 嫁进朱岗家 福久依然保持了 她学霸的探究精神 和朱岗相处融洽 女儿的事解决了 小儿子的事又来了 这天被调配到军工厂 上班的小儿子活南 正准备吃午饭 领导突然来了 一眼看见她盒里的肉 质问她怎么回事 活南说 这不是肉 领导就相忠她了 这天活南回家 高兴的告诉母亲 自己准备参加海军 今天工厂来了个海军的大人物 吃了我做的便当 希望我去后勤课当厨师 因为年龄不到 志愿书需要父母签字 牙医子拿过志愿 一把揉了 她不同意 一直到晚上 活南都在解释 自己只是做饭的 去那也是为了练手艺 那有真正的西式料理 可无论如何 牙医子都不同意 几天后 大家在工厂讨论此事 结果整个班组 只有一个人交了试院书 大部分父母都是拒绝儿子去的 此时的活南也犹豫了 吃完午饭 正要回工位 突然附近发生爆炸 最终活南只是受了轻伤 但他看到了同事被炸飞 本以为这会彻底打消他参军的意愿 可晚饭时 他对母亲说道 自己还是想去 全家人都劝他 但活南说道 因为不知道会哪天死 与其因为轰炸 死在工厂自己不爱的岗位上 不如死在厨房 这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这一次 牙医子依然不同意 但他换了个方式 既然儿子喜欢料理 趁着给女儿办宴会的机会 让活南掌烧 并提前告知大家一定要夸 让活南感觉自己在家 也能实现料理梦 这一餐本身很顺利 但最后猪港因为要走了 而痛哭流涕 宴会结束后 牙医子对活南说 就和妈妈在家做料理吧 没想到活南回答 原本我是没打定主意的 可看到猪港的泪水 我觉得我有必要 学好厨艺为他们做饭 我要成为他们中的 多谢款待先生 这让牙医子无言以对 虽然不情愿 虽然知道是去送死 但世道已经让人心变了 牙医子哭着送走了儿子